现在是2019年4月23日 拓荒者对阵雷霆 季后赛首轮第五战还上最后不到10秒 双方战成115平 大比分3比1领先的拓荒者手握最后的球权 历勒在中场淡定地运着球 他的眼睛死死盯着远处的计时器 他已经决定用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 将雷霆送回老家 欢迎来到 绝杀时刻 现在请迎目前的你想象这么一个场景 你是球队里最出色的外线防守者 而你的球队正站在季后赛生死战的赛场上 当你的对手在最后时刻手握只剩一头机会的时候 你最不希望你眼前站着谁 相信很多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Damian Lillard 2012年 Lillard在首轮第六顺尾被拓荒者选中 但这个还不到22岁的菜鸟进入联盟还不到两个月 就展现了自己的杀手本色 回到Lillard Lillard 赛生死战 Lillard 赛生死战 这些生涯第23场正式比赛 Lillard 当着同届状元浓眉的面 投进了鸭哨绝杀 但他的大心脏真正被世界记住 还是在一年之后 第三是14赛季 二年级的Lillard 单赛季投进了6G绝杀 12月还连续两场完成了背靠背绝杀 Damean puts it on the floor fades from the elbow Yes! With one tenth left Lillard drops it down Can Lillard make it back to back game winners for Portland Lillard for the win Good! With two tenths left The clock runs out But Damian Lillard has done it again 五个月之后 Lillard迎来了职业生涯第一次季后赛之旅 面对摩登组合领先的火箭 拖荒者前五战取得了3比2领先 结果第六战 Parsons在最后0.9秒上篮让火箭取得了两分领先 系列赛眼看就要被修成人拖进抢期 但Lillard却用这0.9秒 将火箭从天堂打入地狱 Lillard 取得了0.9秒 Lillard 取得了2分领先 0.9秒 Lillard 投进了季后赛历史上第4次终结系列赛的压哨绝杀 为自己这一季的杀手日志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点 从此之后 绝杀后冷酷的Porker Face就成为了他的标志 Dame Time就成为了所有防守者在比赛中了前最不愿意听到的名字 然而 人们似乎更愿意称呼Lillard是个杀手 却总是不愿意承认他是一个杰出的球员 一个称职的领袖 2015年 拖荒者在一个夏天就损失了4个手法 但Lillard选择了坚守 还在来年再度将球队带进了西部半决赛 但在竞争系列的西部 他连续两年落选全明星 而他的球队也没能更进一步 之后两年又连续在季后赛首轮惨遭横扫 双枪实在拖荒者 俨然成为了季后赛的软脚侠 成为其他球队都想在季后赛碰到的对手 而这一年的雷霆更是这么想的 18-19赛级的例行赛 拖荒者被雷霆4比0横扫 后者的高位夹击让他们苦不堪言 3月份Nerkic又重伤报销 球队痛失内线支柱 手关站 却藏了7名主力的拖荒者意外取胜 这让他们在首轮不得不面对 他们最不想碰上的对手 ESPN惯例的赛前预测 20名专家里只有一位 认为拖荒者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然而 首战开打还不到30秒 当Liller在距篮框9米开外 信手标进大号三分时 这些专家 还有几天前仍在窃喜的鹅城人 就该意识到 他们远远低估了这个男人 例行赛 Liller就以30.6%的命中率 在9米开外标进了15颗大号三分 而这个系列赛 Liller8次在9米外弯弓搭建 7次正中把刑 命中率是不可思议的87.5% 加上日益精进的突破与传球功力 雷霆的夹击变得愈发有余 Liller则剑此大杀四方 在主将的率领下 多方者渐渐掌控了系列赛 在客场取得3比1领先后 球队回到了某大中心 他们又在今晚彻底终结这轮系列赛 第一节雷霆率先掌握了主动权 Paul George展现了MVP候选人的身手 前6头弹无虚发 雷霆全队也在他的带动下 单捷投出了近7成的命中率 而脱荒者这边则早早遭遇困难 麦克罗姆不到9分钟就领到了个人第三次犯规 上半场就此做必项关 失去了最佳搭档的Liller于是决定 开表 半场18头12中 3分9头6中 赌取34分 打满上半场的Liller 用一个个难度爆表的出手 轰炸的雷霆篮筐 到了下半场 Liller依然没有收手的意思 射程更是拉到了10米开外 但额成的零号却一度打断了励志导的表演 整个系列赛都在和Liller较劲的微少 突然发力连取10分 率队在第四节初打出一波30比6 脱荒者瞬间落后15分 第四节短暂休息后的Liller改变了路数 一分钟内连送3G助攻 但紧接着就切换回个人进攻模式 再中一击高难度后撤3分 而雷霆却开始在进攻端拉垮 George量罚不中 微少被造进攻犯规 领先优势就这样挥霍殆尽 最后32秒 Liller从中场长驱直入再取2分 115分 双方还各有一次进攻机会 微少执行雷天的最后一攻 面对身高必长的Aminu 他的第一步没能完全甩开身位 最后勉强出手滑框而出 Aminu稳稳收下篮板 并把球拳交到了老大的手里 此时时间还剩15秒 Liller有着充裕的时间 完成这最后一击 他缓缓将球运过半场 在LOGO处挺起了脚步 静待时间流逝 此时George正在三分线外两步等着他 他心里很清楚 面前这个男人在这个位置有多么致命 一个个超远三分上过蓝圈的画面 粒粒在目 他又不自觉地向外扩了一步 似乎已经将防线延伸到了人类射程的极限 但Liller就是要在今晚 颠覆你对极限的想象 欢迎来到 Damn Time L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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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mph EM Gard Gard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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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 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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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